凤梨世家的保鲜与食用秘诀 秘诀一 挑选优良果实 凤梨世家的最适产期是12到4月 在购买时可以挑选外观圆整 没有擦伤 无病般的果实 秘诀二 果实除放方式 除放时不可以把凤梨世家用保鲜膜或是塑胶带密封包装 以免造成果实无法正常地软熟 甚至会产生异味 只要除放在10度C以上的环境 就可以自然地软熟 这时在轻轻地按压果实前三分之一处 如果呈现微软的状态便可以享用 秘诀三 食用方式 将凤梨世家果实对半切开 再切成3到4片就可以直接食用咯 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将果实切成丁状 先沿着果皮边缘 轻轻地将果肉与果皮切开 在依果实的长度切成2到4块即可 切成块状后品尝将更为方便 是跟大家分享凤梨世家美味的好方式 这丰富独特的好滋味 就请您一起来品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